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萨伊弗洛耶夫 入入了积极因素 为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 做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说 今年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 中方高度重视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 开展防务安全合作 愿与各方一道 遵照组织宪章和元首共识 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 共同规划 防务安全合作的发展蓝图 扎实推进务实合作 切实增强本组织 抵御现实威胁的能力 建立更加完善的安全合作体系 确保地区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 与会成员国国防部长 衷心感谢习副主席波容会见 高度评价 中方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 为深化上海合作组织 防务安全合作所做出的贡献 国防部长们表示 上海合作组织 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将继续推动成员国间 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边防部队合作等 各项防务安全合作 不断向前发展 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梁光烈参加了会见